五颗月夺得好声音第十季总冠军之后没多久,梦想强音就发布了一条疑似签约五颗月的动态,虽然文中没有明确提到签约,但携手共进四个字,几乎已经说明双方签约了。 可以知道的是,黄霄云目前是梦想强音旗下的艺人,而这个田先生,就是梦想强音的经纪人,既然五颗月跟黄霄云是同一经纪人,所以基本可以确定,五颗月已经签约了梦想强音,五颗月原本是天狼音乐的艺人,按照以往的规则,五颗月想要夺冠,就必须要先脱离天狼音乐,然后跟梦想强音签约,这样好声音才能让他夺冠。 但是,五颗月作为天狼音乐的新生希望,天狼音乐可能轻易放人吗?可以知道的是,这每年支付的120万元费用,肯定不是五颗月自己给,天狼音乐这点钱还是负担得起的。 说白了,今年五颗月夺冠,看起来是众望所归,其实争议不小,陈文飞最后的夺冠呼声也很高,即便是姚小棠,也有夺冠的拥护者,五颗月要是不拿这个总冠军,后面的陈文飞, 姚小棠,还有节目组力捧的王静文,可都等着这块肥肉呢,所以,好声音十位总冠军,真正不签约梦想强音还能夺冠的,只有单依纯,而单依纯前面的八位总冠军,全部都是在签约梦想强音的情况下才夺了冠,而五颗月,鉴于两者之间,他的压力不小啊,才20岁出头,就要同时给两家公司打工,未来真的可期吗?